3月1号到4月26号 全国共验放出口主要防疫物资价值 550亿元 包括口罩211亿元一支 防护服1.09亿件 护目镜3294万户 病原护理仪11万台 红外车纹仪929万件 外科手套7.63亿双 我国主要防疫物资出口 从4月初的日均10亿元 到中旬的20亿元 到近期的25亿元以上 说明我国主要防疫物资出口 呈明显的增长态势